我们很高兴刚才特首呢就宣布了把这个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压后到明年的9月5号 这个是合请合理合罚的措施 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 香港正在经历第三波 过去这9天10天每天都有过100例的感染在本地18区都发生了 医院的床位也快爆满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再有一些大型的社会活动 现在香港登记的选民有445万 当天很可能有300万的人上街到各个投票站去投票 这么多的人在一个不那么大的地方 那个病毒的散播传染是非常的容易的 所以是一个很危险的活动 我们医生最关注的就是市民的健康 生命是无价的 所以在这个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 会影响到市民的健康甚至性命的时候 我们觉得其他所有的考虑都要放在一边 一定要保证好市民的健康 把这个防疫抗疫的工作做好 所以这个立法会的选举呢 必须是要压后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